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东海大学神友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神友中时间 这样看中国节目除了在央广频道播出外 也可以透过央广的官网或者是podcast平台收听 今天节目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美中台三角关系 在我们赖总统520就职以前 可能的一个发展趋势 以及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美中台变化 做一些情势上面的一些讨论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520就职前 那么美国的布林肯再度的前往中国去做访问 然后进一步的来希望可以针对美中的一些竞争的议题 来做一个意见的交换和沟通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来讲的话 中方也特别强调对于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或者说对于台湾问题 有非常坚持的一个底线 那美国当然也是对于台海的稳定 然后还有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些安全的议题来讲 也是有他们的这个坚持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整个来讲的话 那么随着之前叶伦也到中国去做访问 那么现在布林肯也到中国去做访问 那么美中的在经济议题上面 在东亚的区域的安全的问题上面 在印太地区的一些和平 还有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既对话 又竞争的这样子的格局来讲 那么可能会在520之前双方先有了一些默契 那么在520赖总统就职之后 可能一个新的这个局面会重新的展开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说 11月美国的总统大选 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这个变局 所以今天在这个主题上面 我们非常高兴为各位听众朋友 邀请到今天的这个特别来宾 是对于美中台三角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 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外交议题 非常非常鲜熟的 是开南大学 然后同时也是国策研究院的这个资深顾问 陈文贾 陈老师 我们先请贾哥跟各位听众朋友问个好 贾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文贾 贾哥非常高兴 也非常欢迎您波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一起聊一下 赖总统在520就职前 或者说520就职后 我们怎么去观察 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竞争对话 然后又寻求合作的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首先想要请教贾哥的就是说 因为布林肯不是第一次访中了 但是他每一次访中 好像双方都是在各谈各的调 然后都是互相宣示他们的这个底线 那这一次当然让人家比较 要关注到的一个点是在于说 因为美国总统也要选举 那台湾是选完了啦 不过这次布林肯仿中 是选择在赖总统520就之前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在进行一个 台湾问题上面来讲 再一次的这个意见交换 又或者说我们怎么去解读说 美中竞争又对话的这个格局 在布林肯仿中的这趟行程里面来讲 可以透露出什么样子的讯息 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 美中竞争的格局 下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 不晓得贾哥怎么观察这个议题 讲到布林肯我们就想到 在这个2021年他就任国务卿 然后我们知道这三四年来 都是他担任国务卿 可见他是得到拜登总统的信任 然后此外我觉得他在2021年就任的时候 就特别就一个国安的一个报告里面 特别提到 其实中美关系 他用一句话来做诠释 我觉得这三四年 其实都是一体试用的 那当然他是说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该对抗的时候对抗 该合作的时候合作 所以我想三年多一个任期里面 美国跟中国关系就是存在的 又竞争又对抗又合作 因此我想这是布林肯 到了中国去访问 当然这前年拜登跟习近平在印尼 然后去年在旧金山 4月2号其实他们也有一个通的电话 那他们通话的内容大概是要就美东关系 跟这个宋航共同关系的问题 坦诚有富有建设性的交换意见 其实这样子的话 我看布林肯他既然是一个国务卿 等同是在帮拜登做一个外交的工作 一个推展 尤其是中美关系 那因此此此刻呢 他去访问中国也是特别 特别引起大家的一个关心 跟有注意 那当然这一次呢 是当然是由这个外交部长 王毅所来邀请 此时此刻呢 他们得益会谈呢 那当然是有五大个目标 其实这五大也没有 等于说是现在美中呢 又有竞争又对抗 又合作的一个最佳的写照 因为其实这次的会谈看起来呢 双方面呢就是要说什么 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认知 因为他认为说这是中美关系呢 必须扣好的第一颗扭扣 那当然啦 中美到底是这个竞争关系 或是合作伙伴关系呢 那当然这是一个 理不清 紧不断的一个纠葛 那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中美基于两个大国呢 那当然就应该是 好好来对谈 那第二个是 也要加强对话嘛 因为毕竟 刚所提到的这几个部分 就是从这两个国家援导人呢 从前年去年 到今年4月2号的一个通话呢 显了意见呢 就是要加强对话 就是凸显一个内容 中美之间呢 又对抗又对话又围堵又接触 是很大的血照 就是符合这个信息主义里面所讲的 每个国家呢 都是要在这个安全的极大化跟力极大化 所以呢 出现出来的这个面向 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意外 这反而是一个大国博弈的最佳的血照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有效管控一个分歧 那这个中国呢 其实也特别去警告 这个美国呢 不要去碰撞这个在台湾啊 就是介入的问题 而且凸显说中国呢 它是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跟发展利益的决心跟意志 它是不变的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呢 其实是美中关系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那当然台湾问题也是这个 中国人是这个利益核心中的核心嘛 那因此呢 它是希望美国不要介入 此外呢 就是要推进这个互利合作啊 那当然彼此间呢 比如说在这个禁毒啊 人工智慧啊 包括气候变迁等等这些啊 就是说在非军事方面的 他们可以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合作空间啊 此外呢 最后一个最重点 我觉得他们谈的重点就是 共同要承担大国责任啊 那我想说成几何时呢 中国呢 他的崛起之后呢 霸权扩张呢 他企图也要跟美国呢 进行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大国 他也要认为说 他也要参与 这个世界的一个秩序 不是美国说的算的一个秩序啊 因此他特别 这是特别强调说 他们要有这个 跟美国要共同承担 比如说 就不分宣职 不分兄弟啊 都是一样大 但是就国力而言的话 就世界影响力而言的话 那当然这个美国 他们就是听听就好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布林肯访问中国 那当然存在的 我刚讲的又竞争又对方的合作 但实际上 我觉得这又是回到一个呢 船过水无痕 又回到原点 其实我观察是没有什么 重要的一个进展 也不可能有进展 因为彼此之间有彼此的 我喜欢各有盘算 此外呢 其实中国提到的这个 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只是美国认为 他只是认知而已 我讲的笑话 其实美国呢 他认为 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就是台湾不独 这个大陆不武 但是我觉得 美国更重要的部分是 比较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掌控 这是我觉得是比较深深刻的 所以美国在这个部分 他绝对对台湾问题呢 他是不会让步的 那我觉得 因为不会让步 也变成是 这个台湾呢 也是中美之间的 最重要的一条红线 而这红线呢 随同愉悦的 这是看现在谁拳头大 谁就说了算 是非常谢谢贾哥的这个分析 我们看到说 中方在这一次 布林肯访中的时候 提出来的这个五大的这个目标 那包含像刚刚贾哥所提到的 正确认知 加强对话 然后控管分歧 互利合作 还有大国责任 那我们也同时看到 布林肯在这次到中国访问以前 他也提出来了 在这次去有五个主要的议题 是要来跟中国来进行对话 那么这五个议题 包含了像是俄乌战争 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演变 台湾与南海 这三个是地缘政治 还有包含的是 国际秩序的一个冲突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呢 是像是人权的问题 还有毒品的控管 对美国来讲的话 毒品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 不只是内政 然后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 11月的选举 就较于贾哥 就是提到的俄乌战争 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演变 还有台湾与南海 这三个因为是地缘政治 而且不是只有在东亚地区 因为我们看到像俄乌是在欧洲 中东地区的话就在中东 所以跟刚刚贾哥所提到的说 中国也呼吁跟美国共同来进到 所谓的大国责任 那么这个大国是指全世界 以前可能中国关心的可能只有在于 东亚地区 南海台海东北亚 但现在看到连美国也都认为说 中国应该要在俄乌战争 应该要在中东地区也要负起责任 好像有一点相互呼应 认为中国觉得说要跟美国共同承担 大国责任是全世界 而且刚刚贾哥也有特别提到说 以前中国哪有这个资格可以跟美国来 谈论亚洲地区以外的这个事物 那现在美国也希望中国可以去介入到 在俄乌战争还有中东战争 那另外来讲的话像是互利合作这一点 刚提到说中国也希望能够跟美国 也去扩大所谓的互利合作 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对于美国来说 对应到的议题就是在于毒品的控管 就毒品的控管上来讲 或者说就经贸议题来讲的话 其实美中两国是可以来进行对话 甚至是合作的有可能是来进行合作 所以我想要请教贾哥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这个控管分歧 那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说 最大的这个分歧点应该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那到底就这一点上来讲 真的就是各说各话回到原点吗 还是说有可能会随着刚刚所提到的 美国希望能够在俄乌战争 中东地区还有毒品的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的话 那么中方会不会拿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好 那中国愿意基于大国责任 在俄乌战争中东地区 还有在毒品的议题上面去做一些配合美国 那也要求美国是不是在台湾问题上面 也可以来配合中国 有没有可能来进行这样子的一种交换呢 那当然是也有可能的 因为我想说这个现实主义来看的话 没有永远朋友没有敌人只有永远利益 那我想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说其实区域冲突呢 就影响到台海的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如果说现在呢 我看区域冲突 不管从乌俄到乙阿等等一些冲突性 那当然他整整的一个部分呢 后面的无影者就中国跟美国 这毋庸置疑的嘛 因为如果这个俄罗斯如果没有中国在撑腰 他其实能源早就没了 他的资源早就没了 所以因此看起来呢 他们似乎也有可能喔 当然这是一个密谈嘛 会谈有些东西密而不宣 我觉得是台湾此此刻应该是要更加要关注 到底这个变化中台湾的利益是会受到损害 那此此刻我们台湾更应该 跟美国之间有更紧密的合作跟联系喔 凸显台湾的不管是地缘科技跟民主的 还有国防的优势喔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具有更大的优势来 来牵制美国喔 对我们的支持喔 这是我想说我们现在中中之中 尤其赖清德5月20号马上就认了 其实更应该发挥这个四大优势 是非常谢谢贾哥的这个分析喔 那么关于台湾的这个部分来讲 还有520之后 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美中台关系的一个变化 我们待会也可以在第二节的这个节目来 进一步的来去做探讨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深入中时间 我们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 东海大学神友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神友中时间 我们接着来继续探讨在赖总统520就职前 布林肯前往中国做访问 那么对于美中台三角关系来讲 可能再一次的会在520前后 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局的动作 那么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当然了我们这个520赖总统的这个就职 毕竟是一个新的这个总统的就任 所以一定会有新的对美或者说对中的 这样子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制定跟调整 那么即使赖总统在选举期间是不断的强调 会延续小英总统的路线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对于北京来说 毕竟台湾是迎来了一个新的总统 所以要怎么样去看待新的这个赖总统主政底下的台湾 那么可能也是下一个阶段会去牵动到美中台三角关系的一个变数 刚刚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说布林肯仿中 然后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个5个重要的这个目标 包含像是正确认知加强对话 控管分歧互利合作 还有所谓的跟美国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那布林肯也提到了说像是俄乌战争 中东地区的局势演变 台湾与南海 还有人权问题以及毒品的控管 三个地缘政治里面包含了欧洲的俄乌战争 中东地区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局势的变化 还有伊朗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印太地区 台湾跟南海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双方之间 然后在中国来讲的话叫做控管分歧 或者是共进大国责任 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在共进大国责任是希望中国 能够在俄乌战争还有在中东地区 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这个控管分歧 那可能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的 在台湾问题以及南海问题上 这个是跟中国直接有关的 希望能够在这个分歧的议题上面来讲 双方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做一个有效的控管 所以我们接着要进一步的来谈说 那这里面台湾问题牵涉到台湾 南海问题可能牵涉到的是像菲律宾或者是越南 那我们至少来看一下台湾的这部分来讲的话 想要继续来请教甲哥的就是说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布林肯仿中以前 AIT的美国再来协会的主席 罗森伯格他就对媒体公开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有原则 而且是跨党派 然后还加一个形容词叫做坚如磐石 跨党派的坚如磐石 他说美国不仅对台湾有安全的承诺 那也要扩大跟台湾在经济关系 帮助台湾来加强经济韧性 那他也希望美国人知道 台湾跟美国除了是共享价值以外 更是美国的利益之所在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是特别重要 因为前面讲了再多好像都觉得说 美国是在帮助台湾 那重点是在最后说 美国其实帮助台湾也是在帮助自己 那如果说基于帮助自己 而帮助台湾 这样子的互利关系才是稳定的 所以我想要请教贾哥的就是 我们刚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 贾哥也特别提到了 台湾应该要凸显自己的优势 并且要让美国知道说 帮助台湾也同时就是帮助美国自己 AIT主席罗森伯格也提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扩大然后来确保说 美国跟中国在大国沟通的过程中 不会出卖台湾 因为唯有让美国知道说 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那么他不会让步这样子的核心利益 对于台湾来讲才是安全的保障 所以不晓得贾哥怎么看 就是赖总统520即将就职 美中台的关系里面来讲 台湾要怎么样能够凸显自己的价值 尤其是对于美国来讲 才能够让美中互动的这个过程中 台湾不会变成是被交易的一个筹码 那当然啦其实就你讲的 现在台湾呢显得意见的是 对美国而言在印太地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坚弱磐石的一个角色 因为台湾既是在第一岛链呢 它是连接着韩国日本跟台湾 包括菲律宾这一块 那只是因为现在台湾跟美国 没有所谓的官方关系 所以也没什么军事同盟的关系 但是呢是有超越这个军事外交跟经济 同盟的一个实质意涵 所以呢因为台湾既有 我刚提到的 既有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位 那当然就是政治地缘的一个安全性 然后第二个呢台湾的一个科技 尤其是台积电 跟美国呢是金钱的绑住 因为我们知道台积电70%是外资 当然就是外资大概是指美国嘛 所以这个台积电其实应该是台美之间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富国神山啊 这我想说大家也很清楚的 那此外还有民主嘛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现在显的意见呢 两岸的关系不是统独问题 而是民主跟专制的问题 我想这有中兄之前在这个所谓的 这一些这个民主论坛里面 都有凸显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概念 那此外当然还有国防 因为台湾呢就一个硬实力而言的话 我们的军事我们的防卫是OK的 此外呢我们台美之间还有情报 情报共享 情报共享 因为呢其实台湾呢 从1949年到现在呢 整个部分对中共的一个动态 跟静态的掌握都非常的这个清楚 那因此呢看来美国也是非常 需要我们的情报 因为毕竟情报是先战之战 因此呢四个面向的连结上呢 那当然美国就一个世界的一个 它就继续维持到一超 一超多强的一超地位 所以呢它当然对台湾这部分 就此此刻的特别重要 因为一旦呢台湾呢 变成这个被中国所拿走了之后 那可能中国要跨出 第一岛链的一个垫脚石 那相对如果美国呢 仅仅把台湾就是说加一个民主经济 跟军事一个同盟的话 那显得意见了台湾就是要控制中国 要出到第一岛链的一个绊脚石 所以台湾呢 此时时刻也花费两块石头的一个作用性 这样看起来呢 罗森伯格他讲的呢 其实他也说台湾是他们美国的利益 其实我现在也这个所谓的呼应的现实面 那刚刚主持人也讲的 其实也是彼此间有利益的 其实这样链结才会更深刻啊 如果说我们对美国也没有利益的话 那何必从1949年到现在 就是说希望台湾这个不独大陆不武 就是希望他还能够有效的来掌控 那当然有人想说台湾是医美论 但是我会觉得 美国更需要台湾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一个 结长补短 一个互补一个合作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就跟一些 我们在节目这样听到说 这个民进党政府都是非常亲美 国民党政府从蒋介石到现在 每一个都嘛亲美 对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这个一个论坛里面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视 留美回来的学者 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是要 去做这个美国的一个链接 我想这个毋庸置疑的 所以此刻呢 就像主持人所讲的 如果说我们呢 就创造被利用的价值 对 那这样子相对 我们就能够创造 利用美国的价值 没错 这样我觉得是大家 就有来有往啊 这样才能参参久久 那台湾呢 也能让自己的地位也好 或是他的力量也好 能够更加的一个坚实 那有时候呢 我其实我很欣赏 賴总统所讲的一句话 他在选前有讲一句话 其实说 他说唯有这个真实力才有真和平呢 那我们如果说 再建立这个所谓的要避战呢 我们其实就是要备战 那这个避战备战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靠美国的帮忙 那美国呢 也希望台湾不读 原因是说 你们就是要维持台和平稳定呢 也是他最大的一个 就是最大的利益 那相对的 维持台和平稳定 也是我们 就是从国民党政府 到民党政府 其实长久以来的 我们呢 也在追求两岸的和平稳定 只是中国他这片面呢 要为武力来改变现状 因此呢 此时此刻 我们更需要跟做美国的链接 这样我们才能够 治愈中共 而不受治愈中共 是非常谢谢贾哥精辟的这个分析 那么特别提到了说 或许在冷战时期 台湾对于美国来讲 地缘政治上 还有整个国家安全上面来讲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拼图 但现在看起来冷战结束了之后 反而是我们凸显出了 我们在经济实力上面来讲 变成是不只是美国 甚至是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国家 包含在欧洲啦 日本啦 这些在内喔 像德国啦 英国啦 法国都是喔 那他们在经济上面的议题呢 也发现非常的依赖台湾 所以这样单方面的这个依赖的稳定呢 是可能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 唯有相互依赖的这样子的一种合作 跟稳定性 他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或者是更加的深化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利用经济的这个优势喔 那地缘政治上来讲 刚甲哥所提到的 甚至是像情报的互换 这些来讲的话 当然在中国的威胁底下 扩张性的威胁底下 这些变数都会继续的存在 台湾的重要性都会持续的存在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于说 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因为如果说地缘政治发生冲突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可能不会造成立即的伤害 那发生在亚洲 发生在台海地区 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当经济上面的一个优势 在台湾创造出来了一个 让其他国家对于台湾的依赖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刚刚说的这个半导体 台积电作为护国神山 它的价值就会变成说 让全世界也都知道说 不能够丢掉台湾 不能够失去台湾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不是只有台积电 不是只有半导体 或许我们下一个阶段 我们创造出更多的台湾的价值 更多的台湾的护国神山 比如说AI 人工智慧这些 那对于台湾的安全议题来讲 还有全世界经济重整的 这个过程来讲的话 可能是更加的安全了 请教贾哥 我们回到台湾来看 赖总统他当选了以后 接见了这个盖拉格 美国的这个众议员 那他跟盖拉格见面的时候 他就不断的去强调跟重申 台湾面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那么除了以和平 对等民主对话 这四大原则 这四大原则当然就是 小英总统 他就已经是创造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 跟中国互动的一个框架 所以要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 四个原则来处理两岸关系 但是赖信德也强调 会强化国防 还有国安的力量 来传达说台湾守护自己 国家的一个决心 这如同刚刚甲哥也有提到 就是唯有备战 但是我们不求战 我们也不避战 但是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 武力的这个准备 才能够换取真正的和平 所以不晓得 甲哥怎么去看 就是说赖总统他一方面强调说 会延续小英总统的路线 四大原则 然后二方面他也再次的强调说 国防跟国安 是不是传递出了什么样子的讯息给美国 让美国知道说 台湾在美中台的互动的过程中 依旧是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说有自己的一个主导性 然后不是完全的被动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也是不排斥去跟北京来进行一个对话 所以怎么看赖总统在520就职之后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两岸关系会怎么发展 或者说美台关系会怎么发展 我之前有出一本书 就台湾有事等于全世界都有事 其实就呼应了一个台湾的战略地位 那我想说此时此刻 我觉得5月20马上赖总统要就任了 我觉得他当然会允许的 蔡总统的一个四个坚持 其中最重要是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此外台湾的前途是由全力台湾来做决定 因此我觉得这部分他是会继续遵循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共同的一个公约数 这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是大家的共识 此外他那时候也竞选的时候 讲和平四大支柱 其实他几个部分比较重要 当然是建立台湾的威责力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还有与全世界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还有稳定而有原则的两岸关系的领导能力 其实如果这个四个资助 其实在另外方面是讲给美国跟中国听的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要建立威责性 你中国你不要轻易来挑衅我们 如果挑衅我们 你可能就是会像之前 这伊朗所谓轰炸以色列一样 其实都被一些民主国家所封锁了 所以他这个命中率是非常非常之低 只有0.01 此外呢其实也相对的跟美国说 其实呢我们愿意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民国当然是美国日本当然欧洲等等这些国家 那因此看来呢其实在清德总统他上来之后 他应该还是要会落实他竞选的时候和平四大资助 那这四大资助也是美国呢 其实对台湾的一个就是一个寄望 然后共同来遏制中国的一个霸权扩张 对印太这个区域呢用武力配面来改变印太的一个秩序 因此看来呢这个中美之间对台湾的关系 还是维持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不独大陆不武 还有这都我不破 我想他们彼此之间还是维持这个基调 斗而不破 那我想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议策跟一个想法 是非常谢谢贾哥的这个分享 我想这个美中台关系的变化总是非常的快速 那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大的格局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微妙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也可能是会带来一些新的这个挑战 或者是一个新的这个机遇 那么赖总统在520的这个就职 当然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关键 我们也密切的来关注说 520前后 那么美中台关系 是不是会面对到一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跟新的这个际遇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 探讨的主题是布林肯仿中 还有赖总统520即将就职 美中台关系可能的一个变化 还有下个阶段的趋势 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 开南大学 同时也是国策研究院的这个资深顾问 陈文甲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贾哥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是节目主持人 东海大学神友中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